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大家好,欢迎收看《国学心旅》,今天分享的是 人有六别,能做到一点,也是有福之人。 点个订阅,共同感悟。 一个人知道什么能做,什么别做,才能有所作为, 倘若随心所欲,肆无忌惮,必定庸碌一生,追悔莫及, 直到退休之后,很多人才明白, 人生有这六别,只有做到了这六别, 才能真正享受到生活的福气。 健康别挥霍。 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什么因,得什么果, 当下偷得懒,终将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尽数弥补。 现在投机取巧,未来要花大力气买单, 每一次的小聪明都会付出昂贵的代价。 年华正好,青春尚在,很多人把自己当成是金刚不坏之身, 于是拼命工作,熬夜晚睡,抱饮抱食, 肆意透支和挥霍健康。 直到有天,身体亮了红灯, 小病大病接连找上门来,才幡然醒悟。 健康,永远凌驾于一切之上, 没有健康的身体,拥有再多,都是枉然。 这世上最可怕的,不是缺钱,不是缺爱,而是缺命。 有人说,健康就是数字一,其他的都是一后面的零, 弄丢了健康,就弄丢了一切。 不管你有多少金钱,有多大的房子, 都会成为别人的,甚至化为乌有。 有了健康,才能去创造财富, 陪伴家人,实现价值,幸福自在, 小窗幽记中说,身上无病,心上无事, 春鸟便是生鸽,健康最值钱,生命最无价, 所以无论哪个年龄,都要真知重知, 善待自己,爱惜身体,无病无灾, 活得长长久久,才是真正的成功。 别总是生气,人有七情六欲,心有喜怒哀乐, 慢慢人生路上,难免会遇到不如意, 不顺心的人和事,稳不住情绪, 收不住脾气,内心波动起伏。 容易生气动怒,殊不知, 生气是世上最无用的事, 伤身又伤心,伤人又伤己, 百病皆生于气,生气让人睡眠不足, 食欲不好,相当于是慢性自杀。 赛翁失马,胭之非福。 所以说,生气是没必要的, 因为你不知道结局会怎么样, 因为你不可预知未来, 自己一味地在那里生气, 气坏了身子, 划不来,气来气去, 有时候也终究难逃自己的厄运, 放下吧。 不要再执着,不要再生气了, 开心心是一天, 不开开心心也是一天。 做对自己有利益的事情, 做对自己好的事情。 福气自然会到来, 不要总摆着一副生气的嘴脸, 气坏了自己, 给别人留下了坏印象。 这是,你想要摆脱, 那是千般的难,万分的难。 所以,想开一点, 气什么气, 结局已经是这样子的结局了, 你再气也无济于事。 气什么气, 自己也不会多一块肉, 多一块肉, 也对自己并没有好处, 我们没必要把别人的过错, 强加在自己的身上, 也没必要把别人的压力, 加在自己的身上, 没必要人生苦短, 及时行乐。 对自己和颜悦色, 对累自己多微笑, 时间哪怕再多的烦恼也是。 不值得一提, 与其生气, 不如争气, 沉淀自己, 放宽心胸, 保持乐观, 不生气, 就不生病, 拥有一个好心态, 你就是人生最大的赢家。 缘分别强瞧, 缘起缘灭, 缘农缘淡, 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 我们能做的, 在是因缘际会的时候, 好好珍惜那短暂的时光。 是的, 人生的缘, 我们无法掌控, 无论是爱情还是友情, 我们在一生中, 会遇到什么样的人, 和谁发生情感的纠葛, 都是无法预料的, 有人因为缘的迟道而忧心, 有人因为缘的早道而苦恼, 但其实, 一切的劳心, 都是没有意义的。 缘起缘灭, 都是注定, 人在强求, 意识无意, 都知道强扭的瓜不甜, 缘分也一样, 强求而来的, 一样不美满, 有强求而得到的缘分嘛, 世上也有的, 只不过相对比较少, 大多数的人, 都是按着自己的缘分去结缘, 去走自己的人生路, 强求的缘, 都是痛苦的。 生活不是你想要什么, 就能有什么, 想要的东西要靠自己去努力争取, 得到固然好, 得不到要懂得随缘, 人这一生, 别太贪心, 因为你不会什么都拥有, 也别灰心, 因为你不会什么都没有, 有些东西,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 别人的东西再好, 未必适合你, 有些东西, 你未必能承受得起, 就像那些看似光鲜亮丽的工作, 你崇拜他们, 拥有无上荣光, 却不知人家背后承受的压力, 吃得苦头, 欲戴皇冠, 必成其重, 其实每个人都不容易, 所以不必盲目羡慕别人, 要珍惜自己当下所拥有的, 过好当下, 然后满怀希望遇见更多未知的美好, 人生别依赖, 俗话说, 靠山山道, 靠人人跑, 古时候, 人们以为养儿防老, 现在, 这样的认知需要改一改了, 不可否认, 绝大部分儿女都是孝顺的, 因为回报父母是为人之本, 是每一个子女应尽的义务, 可世界之大, 无其不有, 在这个世界上, 总会有一些另类存在, 去孩子家住, 终究是不长久的, 说不定儿媳妇还不愿意, 那么矛盾就更多了, 有一天, 他们不想自己住下去了, 自己又没有房子住, 那么老人养老就更难了, 人老了, 有自己的存款, 有自己的房子, 还要保养好自己的身体, 身体是最重要的, 身体不好, 干什么也不行, 想去哪里都不方便, 身体好了, 吃饭都有胃口, 整个人精神, 所以, 人到了, 也要多出去走走, 多运动一下, 很多老人, 吃完饭后, 就出去散散步, 消化一下, 总是没有坏处的, 而很多老人, 一吃完饭就坐着, 整天吃完就睡, 这样身体很容易出毛病的, 身体永远是自己的, 保养好自己的身体, 才是最好的保障, 金山银山, 不如身体健康, 而孙自有儿孙福, 养老就靠自己, 才是不给他们添加负担, 也对让自己活得最舒坦的, 不要对任何人抱有太高的期望, 子女也不行, 更不要把自己的未来, 交到别人的手里, 只有自己才能确保自己的未来是幸福的, 人心难测, 即便是枕边人, 也有不一样的想法, 即便是子女, 也会有自己的小算盘, 当你老了, 始终会明白, 靠自己, 才能笑到最后, 人生可以由自己决定, 你完全不需要依附于任何人, 别自视甚高, 古迅曾说, 主舟三分米, 做人三分几, 简单来说, 就是煮粥的时候放三分之一的米, 熬出来的粥才最有营养, 同样的道理, 做人要三分为己, 七分为别人, 这样人际关系才会更和谐, 余生不长, 你看淡多少, 就会幸福多少, 对朋友宽容多少, 就会快乐多少, 当懂得了这个道理, 也就懂得了人生的真定, 人生大病, 多是因一个傲字, 天外有天, 山外有山, 未来还未来, 平心而论, 人老了, 不能说是什么好事, 老太隆中, 惹人厌恶, 但也不能说是什么坏事, 人一老, 经验丰富, 十多见广, 一个人, 老年人当然也包括在里面, 最不喜欢别人瞧不起他, 一感觉到自己受了怠慢, 心里便不是滋味, 甚至怒从心头起, 拂袖而去, 有时闹得双方都不愉快, 甚至结下怨愁, 这是完全要不得的, 一个人受不受人尊敬, 完全取决于你有没有值得别人尊敬的地方, 在这里, 摆架子, 以老卖老, 都是枉然的, 别亏待自己, 老年人有时喜欢多心, 佛语有云, 眼中有尘三戒窄, 心中无事一传宽, 有的子女脾气不好, 一旦不符合意愿, 就撂脸子, 耍脾气, 甚至出言不逊, 所以父母十分害怕, 说话行事, 小心翼翼, 人老了, 请活得贵一点, 别亏待自己, 蔡康永说, 对自己好一点, 那是会跟你在一起最久的人, 人生路上, 走到晚年, 余下的时光, 谁都不知道还有多长, 与其垂头丧气的等待, 不如好好地过每一天, 生命有限, 放松精神, 为自己而活, 从后的日子, 别再轻易亏待自己了, 高贵地活着, 人生路上, 月经千番, 很多事情都已经看淡, 人老了, 不要太在意, 生命会在哪一刻结束, 而是要平静地面对一切, 在晚年, 用心生活, 让自己在每一天都能有一个好的心态, 保持自己的节奏, 学会宠爱自己, 关心自己, 命运就不会太差,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 天不怕地不怕, 总是能打造无限多的福气, 退休了, 就要开始学会守住福气了, 持续学习, 做好事, 这是以功为首, 维护健康, 珍惜家庭, 这是以守为功, 别等了, 从当下开始, 做个幸福的人,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 欢迎持续关注, 点赞订阅,